走 这种污秽的场合 不适合我这种 纯粮少女进去的 你自己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我不会给你付钱 纯粮少女 等一下 请 你开架呢 多会 打起来了 看见了 会打着我们的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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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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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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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第一次来啊 是想找个陪练呢 还是打个沙袋出出器啊 好 我跟你讲 我们这儿啊 都是CVD的一些员工啊 过来检压的地方 好 没有东方 是想跟你来打听一下 就是这个先生 您认识吗 这个不好说 我们这儿的会议案 都是保密的 了解 了解 那不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那不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我跟你讲 他呀每次来啊都不打拳 就打那游戏撒气 来 请问一下这个先生是每天都会来这里的 差不多每天都来吧 我们这周边啊都做金融啊做证件的 大多数是做口票的 工作压力太大 过来发泄一下 发泄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 回去继续看盘 好 那行 您先忙 我们 行 那你们再看看吧 好吧 好 这个案子真的不做了 我还没想好 本来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但是我现在看到妈妈爸爸那个样子 那叫一个惨哪 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人心 那你跟台里怎么交代啊 无所谓啊 大不了明天去跟台长附近请罪 反正要杀要剐随便拿 怎么 关心我 你忘了 这也是我的工作了 我差点忘了 是 廖大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是极其严苛要求的 我现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越来越渺茫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今天一天都跑西点 入工而返 而我的同事们呢 他们已经在乾沟村 已经谈判了 我记得你已经加入了 乾沟村的律师团了 是不是现在台里边的事情 影响到你 像我这样的律师 他们本来也没打算带我去的 去了之后呢 我也就是个打杂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我去了之后 我能学到很多东西 子伍也就坚持 我一定要去 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啊 很少人像你这样 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 那么要求上进 为什么 谢谢你 什么呀 谢谢 我是不是有哪句话得罪你了 我能去乾沟村 是因为你跟你总打了招呼 牛总监已经告诉我了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机会 好好谢谢你 我当时帮你 其实不是为了让你谢我 但是 你现在既然点赢了 那我觉得不能光口头谢谢的吧 请人请还债 你说吧 我挺得住 今晚请我吃个饭就行 我知道你每天是要查询 自己的时间表的 先查 可以 什么可以啊 可以查时间表 还是可以吃饭 可以请你吃饭 这突然一下那么爽快 老的我有点措手不及的 一顿饭当解决的事情 当然好了 再说了啊 就是感谢你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反正我做事情就是为了目的 对吧 只要目的能达成就好了 至于吃饭是为了什么 什么理由 什么名目 这个你自己脑补 你自己脑补 我这个人吧 我平时不太在外面吃饭 那饭店你来地方我买单 行啊 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 咱们约七点 那三天见了 三天见了 拜拜 拜拜